我现在在福建厦门 这是厦门的镇海路 与斯明南路的交叉路口 对面就是厦门的妇幼保健医院 往前面一直走啊 就是海边 已经是下午的两点了 我还没有吃饭 肚子好饿 在手机上啊 搜了一家姜母鸭 是福建的特色美食 沿着这条斯明南路一直走 差不多走500米 就到了这个视频 分享一下厦门的特色美食 从这儿等一下红绿灯 绿灯亮了 从这儿过马路 这边的交通也挺堵的 路边有这种小黄车 这是厦门96路 这边还有烤肉拌饭 桂林米粉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红山公园的西门 这边有一座瀑布 大家看非常的壮观 上面有个二层阁楼 我找的这家餐厅是在红山公园的南门 往前面再走200米就到了 到了姜母鸭 在这儿 姜母鸭炒包菜 还有特色的真空的 姜母鸭35元一袋 这边还有鸭腿 鸭心鸭针 就在这吃了 只有一张车子 没看到老板 这个时候没在 这个时候不是吃饭的时间 所以说老板休息了 我只能先去尝尝别的美食 正好在姜母鸭旁边 发现了姜母粉在营业 我今天准备吃姜母粉了 座位挺多 准备看看 这有电子屏幕点菜 姜母粉组合套餐26 还有精品的是28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套餐 有鱼肉的油脂卤肉的柠檬的 我就来个最经典的吧 姜母粉组合套餐 这边是手机凿马点餐是吧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我现在打开了手机菜单 发现了还有猪排套餐 姜母粉丝 牛肉粉丝 原来姜母粉丝可以单点 不行我就单点一份 这边还有精品的 油脂卤肉套餐 牛肉粉丝 组合套餐 好的 我的午饭上齐了 一碗 姜母粉 还有一点海带丝准备开吃 这碗姜母粉碗特别大 是精心熬制的 准备开吃 看看里面 有鸭血 鸭针 鸭肠 还有反正跟鸭有关的 这边是酸菜口味的 没点麻辣 因为最近做了检测嘛 所以少吃辣椒 看香菜葱花 这边是豆泡吧 豆类 这鸭血非常的嫩 这是鸭肠 有嚼劲 再尝尝鸭针 鸭肠 我觉得姜母粉 和南京的鸭血粉丝汤 很像 剩下的就是粉丝了 尝尝粉丝 有点烫 吹一吹 粉丝非常的透明 哇 真香 非常的鲜啊 再尝尝它 味道鲜美无比 再配上这碟海带丝 完美 这回啊 紫母粉全吃光了 按照惯例 这汤啊 一口喝掉 看 过眼 一碗汤啊 也全部喝光 这下吃饱喝足了 这次啊 又全部吃光光 准备走了 这个方向 再走150米就到地铁口了 准备乘地铁 这个视频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结束了 那下 明天吧 谢谢大家 哦 谢谢大家